欢迎收看台试六十 璀璨年代 说到台试 大家脑中立刻联想到杨丽花歌仔戏 而说到杨丽花 大家也会立刻联想到台试 过去台试与杨丽花 就像是离绷达 达绷离 关系密不可分 现场这台台试牌电视机经过妥善保存 重新修复 您看到的是当时观众在家中所收看黑白杨丽花影像 台试1962年开播 杨丽花1966年加入台试 演出她的第一部电视歌仔戏作品《金钟月飞》 后来杨丽花25岁 就已经是台试歌仔戏团团长 刚开始电视歌仔戏都是现场播出 如果说错台词 走错位 无法重来 正因为如此 杨丽花练就了一身真功夫 成为电视歌仔戏巨星 台湾电视从黑白走入彩色 第一出彩色电视歌仔戏《相思曲》 正式由杨丽花领衔主演 过去每隔一两年 就会全台巡回公演 总是万人空向 总有无数粉丝来送礼 有人现金牌 有人送红包 有人直接捧着现金 等着奉上 还有人等不及 直接将现金往台上丢 这都是因为杨丽花的巨星魅力 台试60年我们特别专访了歌仔戏国宝 杨丽花 带我们重温歌仔戏盛况 熟悉的歌仔戏片头曲 熟悉的小声伴响 她是杨丽花 是台湾电视歌仔戏的代名词 杨丽花初登荧光幕就在台式 不但创造电视歌仔戏的黄金时期 每天一道歌仔戏播出时间 观众守着电视 足不出户 我跟台式家人家五十几年了 我整二十年了就入台式了 真的很轰动 只要那时候播出杨丽花歌仔戏的时候 可以说是听他们说那个怎么形容 就是街道上都没有人 就家家户户都很安静的 在家里看歌仔戏 我是第一天的游戏 我们拍来的吹苗光 一举手一投足动作俐落 杨丽花出生于歌仔戏世家 宜兰知名歌仔戏剧团伊春元 文物厂基本功早已刻在杨丽花的细胞之中 她的体内早已蕴藏着歌仔戏的DNA 因为毕竟那是她的根 她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听歌仔戏长大的 然后也是歌仔戏这口饭养她长大的 所以她非常非常的感念 杨丽花会踏上歌仔戏名林这条路 可说是打从娘胎就开始的缘分 因为一般人很多 和小孩也很多 我觉得很有冠 有时候就看人家做写 如果他们的时间就是 第一个小孩看着想 我觉得大写一般很好过来 所以没想到要做 杨丽花六岁粉末登场 十三岁正式成为母亲 宜春元歌仔戏剧团的成员 所有演出都是女扮男装 小声扮相 十七岁以陆文龙一脚挑起大梁 父母亲就是杨丽花的老师 教起戏来特别严厉 我看我妈妈 我妈妈也是演小声 所以我要学的 所以小蛋我不会 我一向演戏就是演小声的角色 所以 他有女人的男人 但是我的个性也 所以让他的角色 这样把我影响 我也很男人的个性 一路以来都在戏班 然后他爸爸就是在 都会请那个京剧的老师在教他 演师出高途 杨丽花练就一身真功夫 从那台戏再到广播电台 透过声音他唱活了角色 打响名号 主演过无数电影 黑白画面记录着台式歌仔戏团 破天荒全台公演 歌仔戏团为了答谢各地观众 多年来的爱护和吸取 特地安排了一次巡回公演 台式开台第一年 推出第一部电视歌仔戏 雷锋塔 家屏如潮 1966年起更在每周四五间增开时段 开放给剧团饰演做屏蔽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料到 一位歌仔戏星星会在未来半世纪 主导电视歌仔戏发展的命运 当年雀平重选天马歌剧团 团员中仍带着几分 稚嫩和青涩的就是杨丽花 那时他只有20岁 已经因为英俊扮相 有了歌仔戏第一小生的名号 他是跟着正声天马剧团 广播剧团 广播剧团我们那个时候独家嘛 然后就邀约 各个本省内的这个 岛内的这个各个有名的 比较出名的 因为他在正声天马 也很非常出名你知道吧 然后就找他 找他们团来参加演出 在台式参加 然后安排在中午 那中午啊 非常的风洞 记者啊 你天生富贵 廟宜天后 以后小时将我重置 累计花 两人是南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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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台湾无线电视 从黑白迈入彩色 第一出彩色电视歌仔戏 相思曲 正是由杨丽华主演 牵动着观众的喜怒哀乐 因为他的声音是有感情的 是有磁性的 然后大家就觉得 哇 听他的歌声 如痴如醉 他唱哭的 大家就跟着哭 唱开心的 大家就觉得心情很好 这就是歌仔戏 戏曲吸引人的地方 他就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一定要做到 大家都没有看字幕 就听得懂你在唱什么 台式是第一个成立 歌仔戏团的 台式等于杨丽华歌仔戏 杨丽华歌仔戏等于台式 那互相造就 所以成就了那时候的 非常辉煌的一个荣景 因为收视率高 然后就业绩就好 广告就多 然后广告甚至爆满排队 然后呢就变成 引起当时我们现在 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荣东的名词 当然现在根本不一样 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的那个 年终的奖金 所谓最早出名 最出名的这个 单业单心 双业双心 一九六九年成立台式歌仔戏团 特聘杨丽华担任团长 打造一出又一出经典好戏 一九八零年 杨丽华将歌仔戏推向了黄金年代 当时的台式 因为杨丽华歌仔戏的高收视 创造电视事业的历史辉煌巅峰时期 我们说一下 说那个时代 我们带观众朋友 回乡以前那个时代 关于现状部出的庁民 到底是什么样的庁民 那部出现状 很坚定的 更是坚定 因为那个台式都要背 尤其 没有 又没有演示 你如果说不对 那是新端做得没很漂亮 不然又重来 那是很坚定 但是坚定一个久 有 肚皮麻痹 然后就很厉害 虽然就一步进步很近 就能说用这个粒子 还有跟这个缩音 跟什么 一步一步一直改革 改革后就买了就比较轻松了 但是说起来 要演歌不是那么简单 要懂得惊头 还懂得剧本 是很辛苦 辛苦不过 看到观众说大家要看 观众看乖的观众 特别烈情 是 因为那个日前让我再来说 说不完 比较稳 是 要看观众的观众 没有很重心 是 是 你如果有什么虚 我就一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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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改变 改变都没同样 人不知道看不先 你如果常常重复重复 同样的那个 这样就没关重 是是 前新首读简易古书 杨丽华对于戏曲的投入胜过一切 他将人生奉献给歌仔戏 而台势是他半世纪以来 不变的舞台 走过半世纪 杨丽华饮水思源 感念观众的声援 与台势始终支持 董事长真的没话讲 他做事情很敢做 但是他爱保留 像说我如果有好的局本要出来 你还知道老婆他就好 他说骑入歌仔戏他也很支持 我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很感谢说连贯 帮那么多董事长 还是继续爱这个歌仔戏 我非常感谢房董事长 还有他很轻帮忙 不然这个司机要打这些都没贪钱 公国要收收到那些都收不到开销 他也是要保持我们的观众 我希望台诗永远就是这么多的观众 可以支持 更爱好 感谢 因为台诗到我真有缘 我一方 我都不走去北台 以前三台 北台也是有时候要唱下去 我就 我这个司长专业听不懂 重专业 因为饮水思源 这个地方就这么好 哪一趟来走 哪一趟走 我们现在是饮水思源 就是跟台诗比较有缘 台诗比较有缘 他就打台 台诗打得没很坚固 人家坐嘛 人家坐就这样 越来越缘 所以很坚固 还是有个狗狗也不知道 人家不知道整周都欧子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